大家都願意做 但是自然跟著你走啊 做對的事情 把對的事情做對 這就是領導人該救的事情 你們說對不對 所以 國民黨要改革 黨內文化要改 然後 我們兩岸的路線要堅持 甚至 我們黨過去一些畸形 包括我們青年人的培育 黨組織重新的精實 這些都要做 立院黨團怎麼樣讓它發揮戰力 我們過去都沒有 就是只有我在做副主席督導立院的時候 那個時候立院黨團是有戰力的 更重要 我們做這些改革 我們了解民意 我們的目的是什麼 我們的目的跟任何一個政黨 存在的目的跟價值是一樣的 重返執政 所以做一個黨主席 你應該隨時腦袋裡 要努力的 要改革的 要請聽民意的 要爭取支持的 最後就是要重返執政 你們說對不對 既然是這樣 既然是這樣 黨主席 腦袋裡面應該只有一個字 叫做贏 哪一個候選人 能夠勝選 哪一個候選人 有國民黨的理念 你就應該盡一切努力 把它爭取來 讓國民黨勝選 這也是為什麼 我剛才講 我們現在知道 民眾最關心的問題是什麼 經濟問題 任何一個政黨也是一樣 你只要把經濟問題搞好 這個政黨一定得到民眾的支持 尤其我們在看 2016年 台灣平均所得 月平均所得的中位數 40600 比2015年還低了 1% 如果 持續這樣下去 台灣這邊有希望 這是一般民眾的平均所得 那更不要講年輕人 22K 他們當然更焦慮 所以包括年輕改革也是一樣的問題 所以那個時候年輕改革人家問我說 你們簡單講年輕改革 你覺得問題在哪裡 我答了一句話 我說笨蛋 問題在經濟 這不就是答案嗎 簡單講就是經濟 所以 國民黨除了要改革 要改變 要請聽民意 最重要 我們要跟經濟接軌 所以我個人在看 2018 如果我們能夠打贏 2020 如果能夠找一個 熟嫌熟經濟的 總統候選人 國民黨是有希望 這也是為什麼 我一直在公開講 我說做黨主席 必須要無私 必須要我為人人 而不是人人為我 如果你選總統 你選不贏 你去選幹嘛 你們說對不對 要選就要贏 你們說對不對 這也是我們看 民調 台灣的民調 目前能夠處理台灣的經濟問題 同時能夠打敗民進黨的 是郭台銘 這也是為什麼 人家問我說 聽說你支持郭台銘 是不是 我不是支持郭台銘 我是支持台灣的經濟 我是支持台灣的經濟